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出了被日军遗弃的日本小姑娘美惠子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聂荣臻将军一直照顾着这个日本姑女 1942年 一组题为《将军与姑女》的照片 发表在了《禁茶记画报》的创刊号上 引起热烈反响 然而 这组照片到底是谁拍下来的 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定论 40年后的1980年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姚远方的文章 《日本小姑娘 你在哪里》 美惠子与聂荣臻的故事 在中日两国间再次引起强烈反响 我见了杨远方以后呢 我说 听说这张照片是我爸拍的 他其实也不敢 他其实知道 但是他都不敢说 他说可能吧 几经播者后 王孝丽找到了父亲当年的一位学生 纪连波 直到此时 将军与姑女的作者才终于得到了确认 他说这张照片 我能够证明是你爸爸拍的 为什么呢 他拍的时候 我在现场 围观的群众很多 我还是挡了一下 47年吧 开那个 就爸爸他们在前线 开那个记者交流会 会上呢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 就检讨吧 我要我的检讨呢 应该怎么拍照片 比如说 这个日本小姑娘那个事 当时我是拍了现场了 可是呢 我应该再去追寻是谁救了日本小姑娘 如果把这个要是拍下来 就会更好 后来又跟纪连波谈了一下 纪连波就说 当时我爸爸还说了这样的话 你别看这张照 这些照片 现在的作用不算大 将来几十年以后 发到日本 它会起更大作用 这是纪连波说的 我爸爸当时跟他们那么说的 1980年7月 在中日两国媒体的努力下 美惠子从日本来到北京 向当年的恩人 已经年过八旬的聂荣贞元帅 居功致敬 当时报上不在寻找日本小姑娘的 我就老说了 寻找日本小姑娘 不寻找寻找拍摄者是谁 我当时我确实有这气啊 但是你也没法说 1949年12月15日 石家庄和平医院的一位八路军病员 举枪打死了他的主治医师 日本人金泽胜 1950年3月4日 那位八路军病员 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 以蓄意谋害罪执行枪决 这个人就是王孝丽的父亲 将军与孤女的拍摄者 沙飞 很多人很怀念她 但是感觉到呢 她当时有心生病 从此 沙飞这个曾经响当当的名字 开始变得讳莫如深 作为沙飞的长女 几十年来 王孝丽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当中 直到1979年10月的一天 中国摄影家协会呀 这个副主席叫陈淑芬 他呢 就是那年是文代会第几次代表大会前 给我打个电话 说 现在好多人都平反 都在搞自己的平反问题 说现在呢 很多人写稿子来吧 告诉我们 都很怀念沙飞同志 说我就想问问你 现在这个组织上有没有考虑 给你办法平反 哎呀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来没想过 从此 王孝丽开始为父亲的平反四处奔波 他的生活也因此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礼拜六礼拜天或者下了班晚上骑着个小破车北京全程满市跑 晚上12点到家 我就是每次跑了我都尽量能够当时做笔记 十五年的奔波 十五年的等待 1986年5月19日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 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 向日籍医生开枪 以制其死亡 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法院撤销了1950年 远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对于沙飞的判决 1935年的广东汕头 耀武扬威的日本军舰已经可以频繁地游异在这里 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 这一年的春天盲效力降生了 此时还没有用沙飞这一笔名的父亲 是汕头电台里一个名叫司徒传的特级报务员 他这个报务工作的工资是不低的 150块打烊 这在当时来说是高薪了 我妈妈当时也有工作 这个也在这个那个电台 打字啊什么那些东西 他们俩的收入还可以吧 父母都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低的收入 王小丽似乎应该庆幸自己降生在这样一个 安宁而温馨的家庭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 父亲就突然离开 只身一人去了上海 他就想转行了 想到上海干嘛呢 想到上海学摄影 当记者 也想这个学木课 接受鲁迅的影响 因为他看了鲁迅的作品了呀 所以到了三六年 这个很快他就到了 到了这个 到了上海 王小丽的父亲司徒传是一个执迷的人 他决定了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拦得住他 自从迷上了摄影和木刻 上海就一直是他的向往 1935年6月 司徒传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 一年后的1936年 他向汕头电台请了长假 怀揣着梦想 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以后呢 他就先是在美专上学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他又找了一份那个记者的才试吧 想当一个进步的记者 他就跟那些木刻家里联系的比较多一些 他当然确实很想见到鲁迅 1936年10月2日 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 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酒楼举行 这一天 在上海美专学习摄影的司徒传 背着照相机早早地赶到了会场 三天后 他终于在这里 见到了心中的偶像 鲁迅 正好鲁迅先生去了 他拍下了鲁迅 这个和木刻家的这个谈话 真的是一代宗师把鲁迅教导七年人的那么一个神态 鲁迅在公共场合也是最后一面 同时呢 也是对七年人的无限关怀 十三天后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离开了人世 不久上海时代画报 生活星期刊 中流等多家报刊 发表了这些鲁迅的珍贵照片 照片的作者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署名 沙飞 1936年的冬天 已经改名为沙飞的父亲 回到了汕头 回到了已经离开了一年多的家 然而 这时的父亲 却无法再安心于 这个家了 我等于是一岁多 他从上海回到 回汕头只住一夜 然后就到广州 接着就办他的银展 广州的商人 想跟他一块合开这个照相馆 他气得要命 想利用他的名声来营业 赚钱 他不干 不是就打了那个商人一个耳光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 他在广州住不了 住不了呢 就赶紧拿上东西 就到了那个哪 到桂林了 所以从那以后 就等于回汕头那一夜以后 我们就永远没见过 就再也没见过面 此时战火已经在汕头点燃 日本人的战斗机 开始向这座城市频频投掷炸弹 1936年12月 王孝丽的母亲在汕头秘密加入了华南抗日义勇军 他已经是参加了抗日的人了 我们其实是有我姥姥他们带的 但是你住的那总是不安全的 而这个时候呢 正赶上一个情况 就是组织上呢 他那时候已经入党了 组织上呢 就是决定让他到 准备让他到那个哪儿 那个南洋去搞募捐 这个结果呢 就派他到香港 因为当时正好 刚刚保育会成立以后 香港分会也成立了 香港保育院也成立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把我和我哥哥送到保育院了 离开了爸爸妈妈 不到两岁的王小丽和哥哥一起 住进了香港保育院 从此保育院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937年的初秋 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两岁多的王小丽和哥哥一起 在远离战或的香港保育院里 过着平静而安宁的集体生活 此时母亲在 华南抗日义勇军中 从事着地下党的秘密活动 而父亲则已经是 全民通讯社的一名 专业摄影记者 1940年3月 原本平静的香港也开始响起了枪炮声 日本对这座孤岛已经跃跃欲试 对于五岁的王小丽而言 此时的香港保育院也不再是躲避战或的温馨感弯 不久保育院开始了大迁徙 我们当时是 到时有老师 然后放在那个小船上 然后比如说那些孩子 前面放一罐饼干 也发一个小棉毯 天天走走 你想转来转去 一直转到桂林 到了桂林了 那不是日本飞机也轰炸什么的吗 结果就我们晚上住哪 住的野外的一个 没人住的那么一个楼里面 那可能就日本飞机炸了以后啊 反正人家撤退了 都没人住 保育院住在那里面了 住那里面 那总算有房子住吧 可是呢 半夜里住的 还被小偷把 好多我们的衣物给偷走了 到了冬天了 才到达的贵阳 到了贵阳以后 一冬天了 贵阳也下雪 我们是什么呢 反正是有一个 肯定保育会安排了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也不会很大 也没有更多的棉被子 什么那些地方 刚才呢还有床 我们的整个没有就是挤的一个屋子 这些孩子挤的一个屋子里面 放上那些稻草 就坐的那 那浑身那都是借窗啊 也脏得要命啊 反正是 那个也没有衣服穿 也没有鞋穿 反正哪拾着个破鞋 就哒啦的 就是鼻涕哈啦的 就这么流的 脸也好 肚子也好 都是借窗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此时 王笑丽的母亲正好也在贵阳 几年别离 母女终于在他乡重逢 送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是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叫来的时候 一看我们都是又冷又什么 就脏 所以我妈妈确实是很心酸 也掉着眼泪 在母亲那里 王笑丽看到了一本禁茶记画报 画报上那一张张生动的照片 吸引了王笑丽 母亲告诉他 这些照片 都是他父亲拍的 已经离别五年多的父亲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 禁茶记抗日根据地 对父亲已经有些淡忘的王笑丽 突然开始 想念起父亲来 我爸爸什么呀 他是八路君 我要找八路君的爸爸 1941年经过辗转过后 六岁的王笑丽来到了延安 延安保育院成为了她的新家 我们也是跟大方的一样 劳动 每个班在核摊分地 分了一块地以后 你下午都得 就大坡组织起来去劳动 种什么呢 西红柿 黄瓜 什么南瓜 老玉米什么的 这些东西在没长出来以前 有野菜 得去挖野菜吃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 我们从小就得劳动吧 就是包括用的食份 用的到厕所里面掏缝 送到地里面上缝去 然后吃起来那西红柿呢 真的甜得要灭 不久一直从事着革命工作的母亲 也来到了延安 母女俩再次团聚 母亲的到来让王笑丽更加想念父亲 然而父亲的形象 对于此时的王笑丽而言 依然还是一个空白 我妈妈那个时候不是原来在总理身边搞会计吗 她一到了延安以后吧 有的时候就带我们去看看总理 一看总理嘛 那当然就是金台鸡画报 那就金台鸡画报 很快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安排下 一直渴望见到父亲的王笑丽和母亲 哥哥从延安出发踏上了千里巡护的旅程 四五年那个十月十一号 这是准备要正好要走 结果呢 说毛主席从重新回来了 大伙肯定一个是看 第二点呢 这些首长也想 毛主席会不会做报告啊 所以那天就没走 又隔了两三天吧 到了十月十四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从延安动身 1945年10月14日 十岁的王笑丽和哥哥一起 在八路军叔叔的带领下 从延安出发 踏上了去往进查记根据地的漫长路途 他终于要见到自己的八路军父亲了 这一路上呢 基本上走路吧 但是呢 我后哥哥有一头毛驴 我们俩轮流齐 但是有一条 肯定我应该比他齐得多吧 因为他男孩子嘛 也愿意跟那些 八路军叔叔一块多走点什么的 这一路吧 那些跟那些八路军一块走嘛 有意思是他们特别怀念禁塔记 哎呀 到了禁塔记就可以吃油麦面了 所以到了武寨以后我记得 一路是吃油麦面 第二点呢 吃那个奔豆 以前我们也没吃过 买了以后特别硬 嚼得嘎吱吱吱的还挺香的 就这么一个生活 所以一路行军吧 觉得很快乐 1945年11月17日 王小丽跟随八路军 终于来到了 河北府平百崖村 这里就是父亲战斗的地方 禁塔记军区 这一天上午 王小丽和哥哥来到军区政治部 等待着父亲的到来 我和我哥哥 就在那政治部那儿等着 所以一会儿出来一个人 我是你爸爸 一会儿出来一个人 我是你爸爸 因为都知道 沙飞的女儿啊 我爸爸现在也没来 就都逗嘛 可能五六点了 我爸爸那酒员 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俩 上了二楼 哎呀我记得 我爸爸那屋 整个一屋子人 都在等着我们俩 你想那个很激动人的 这么多人 大伙都没孩子 哎呀就盼着这俩 就等待着这俩孩子的到来 那反正是挺 又在电灯之下 我们从来也没见过电灯的 电灯之下 那么多人高高兴兴的 那肯定的 你先认认 谁是你爸爸 因为我确实有我哥哥 我当然就不会去猜去了 那我哥很快就猜出来了 哎呀就抱得我们 就特别亲 就抱得我们 亲啊亲啊 就他那个胡筛 就挺扎的 一家人在分别了近十年之后 终于团聚了 我印象当中最记得 在张远河吃什么 吃馄饨 因为为什么对他记得清楚 我不知道什么叫馄饨 后来让我再一说 吃的是什么 我说吃糊涂 然而如此温馨的团圆 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 1948年12月的一天 父亲因大量吐血 被送进了石家庄和平医院 此时 王小丽正在进茶几根据地的 一所寄宿小学里免书 我听说我爸爸病了 我说我要看我爸爸去 不是暑假吗 这就回我妈妈他们单位 正好有马车 马车去 那我就跟着去吧 由平山到石家庄 按说不太远 那天一大早走 走到半路呢 漂泊大野 没法走了 那个马车夫也没法再往前走了 可我呢 寻找我爸爸 看我爸爸 有病的爸爸 心急 你别看我那会儿刚十二三岁吧 十二岁吧 我非要往前走 我都没告诉他们 我一个人就走了 最后到了石家庄 然后说他在那个哪儿 一个在流营 还在农村的病房 我不知道怎么搞 一个人我就找到了 不是说我妈妈送我 或者是有个大人带我 我就愣找到了 就这样 不到十三岁的王小丽 独自一人找到了 石家庄和平医院 在那里 他看到了病床上 瘦削而虚弱的父亲 他就躺到床上 反正我记得吧 意思就是那个脚上 有个大缸 缸里面有梨 那有什么吃的 就有梨 你去拿一个梨吃 所以我记得 我拿了一个梨 在那吃 说说话什么吧 后来我就走了 结果这就是最后一面 1949年12月15日 病床上精神已经开始 有些失常的沙飞 开枪射中了日级医生 金泽胜的额头 最终导致他死亡 1950年的3月4日 沙飞以蓄意谋害罪 被执行枪决 1986年5月19日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 为沙飞平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